阿姨 您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你们三个一进来阿姨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好看不出来的 你的心情可都写在脸上呢 没关系的阿姨都知道 没有什么负罪感 反正阿姨用的都是你的钱 直到拍卖会结束 这两个人也没有从拍卖会上 拍走任何东西 于夫人您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要亲自致电给你们两位的丈夫说一说 你们今天的丰功伟绩 你们两位的丈夫这两天 可是很努力地在外边 和我们于家拉关系呢 就想着求我儿子下一个项目 带着他们一起做 这要是两位老总知道 他们辛辛苦苦在外边打拼 家里两位夫人呢 却在对于家的少夫人出言不逊的话 你猜你们会怎么样 张言成功地看见 两人的神情顿时变得仓皇起来 锦儿 你去外面等我 我可是要做一个慈祥的婆婆的人 可不能让锦儿看见我骂人的样子 丽锦听话地往外面走 她也没有心情留下来 对付这些人 她在外面的人流之中 找寻陈光的身影 终于在一处看见了陈光 正在打电话 丽锦悄悄地走了过去 米勒先生 你说想要买我现在这块地皮吗 米勒 丽锦的眼底 猛地出现了星红张狂的恨意 可怖的气势 似乎要将她整个人都吞没进去 米勒先生 我会考虑一下的 她挂断电话 就感觉到身后一沉 陈光惊讶转身 虽然口罩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 但是依然能从她的眼睛里 看出惊讶 对不起了 于千凡 我忍不住 我恐怕 要食言了 终于 终于再次听见 那个男人的名字了 丽锦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晨晨对吧 对 我就是晨晨 你的声音 我学过尾音 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女孩子 但是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 不过 我希望你能帮我 一件事情 你想我帮你什么事情 你手上那块 马上就要卖掉的地皮 不要卖给别人 就卖给我吧 你喜欢那块地皮 是 我必须要拿到那块地皮 地皮可以卖给你 但是 我希望你明天下午 能空出时间和我聊一聊 可以 到时候 我联系你 晨光把自己号码 给了丽锦 丽锦见状 还笑了一声 你这还分得挺仔细的 一个身份 一个手机 不过 陈家的人 都不知道你是男孩子吗 就算别人不知道 生你的妈妈 总是知道的吧 妈妈在医院 丽锦点了点头 却不再问了 正好张言收拾完了人 出来喊丽锦了